现在我来介绍合成函数的观念 那么现在假设一个gx是x平方 f of x的话是3x加5 那么我问这个叫做合成函数 请问它要怎么写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就按照它原式来做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就是g带什么呢 f of x是在这个地方就叫做3x加5 我们就直接带进去 然后再看一下去 g将x对应到x的平方 那么g将3x加5当然就对应到3x加5的平方 这个的话就直接带入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叫做合成函数 g跟f of x的合成函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颠倒过来做 假设是f of g of x呢 那要怎么做呢 一样的 这边f还是照样先写 g of x同学看下去在这边 所以这边是x的二次方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f of x的话是3x加5 那这个地方是将x平方带到哪里去呢 当然就是带到3x平方加5 我们比较一下刚才的那个立体 第一个题目 再看看这个题目 我们看看答案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合成函数我们要知道 f of gx跟g of f of x 这两个如果对调的话呢 将会得到不一样的样子 也是可能是不一样的函数 那么各位同学要特别的留心以及注意 对调的函数